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然后但是技术上说没有任何停歇对 然后目前我们项目主要聚焦于的是跟Coinbase合作的一个呃对机构开放的一个 凌惠staking的一个产品 他们叫ls.对然后也就是说呃Coinbase还有Bragon他们背后的一些机构会通过我们阿卡拉给他们做的一个ls.的产品去做做的staking的产品的一个产品 对然后这个背后其实是用到的XM 对然后因为其实机构它其实最在意的就是呃自信的安全性嘛 对所以说他们大概率是不会去使用一些DeFi面向于普通用户的一些DeFi产品 对所以说他们可能更愿意去相信像Coinbase Bragon这种呃有实力有背出有监管背景下的一些机构对所以说这是我们分析下去目前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对 对然后其次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呃呃做了一个资产路由对 对然后呃Hydrodex呃通过我们阿卡拉引入了400万的带到他们的链上对 对然后目前其实也是在呃就WTH和WPTC呃呃引入他们的链上对 对然后呃呃跟MENTA跟CROSS也在去聊这个事情对 对然后跟MENTA的话主要是就UITC 然后跟CROSS的话可能就是就他们在以太坊可能一些资产从以太坊到波卡对 然后这方面的话其实主要运用的呃发电协议其实呃首先是WARMHOPE 对然后我们所有的以太坊的资产都是通过WARMHOPE进口过来 然后由阿卡拉去进行包装然后再去运送到各个品牌店 对然后这个其实也出工到了WARMHOPE跟呃 对然后就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些事情 嗯 谢谢郁佑 大家好我是阿斯坦Network的民史 阿斯坦Network呢 我们是PoGADO上面的一个猫体被验和虚拟级的一个智能合约平台 因为PoGADO本身是不支持智能合约的 所以开发者也不要代不起他 PoGADO是他去部署各种开发各种各样的智能合约是需要智能合约链在上面部署 然后阿斯坦Network呢 我们有两个比较大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MultiVM 像一般的智能合约链主要是支持像现在生态的EVM为主 我们在EVM之外还是支持这个WebAssemblyVM 就基于这个WARM的虚拟级 然后除此之外 在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去考虑支持比较基于Risk5的各种各样的虚拟级 去适应不同的这种智能合约的use case 去比较更加scalable 更加有更高可拓展性的这些智能原因 然后第二个关于阿斯坦Network的特点就是我们是现在 就在日本市场最具领先地位的一个公链 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也主力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也有这样子 包括我们和Sony做的这个intubation program 和Sony一块做的一个缩画器 然后和这个Toyota一块做的这个hackle 然后我们也在Toyota去 也现在向Toyota Interface 去提供一些Dowling 还有一些legal compliance相关的一些crypto compliance相关的一些工具 然后今天的话还有一个news就是我们在明天会和日本最大的这个potato chips company 会有一个合作cadabin 他们会在AstaNetwork上面去发布这个 他们会植入在他们包装里面的一个NFT 那大家可以通过去扫描这个包装 可以领取在Asta上面发行的这些各种各样的NFT 对 然后关于跨链这一块的话 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其实 就TVL最高的一条 这个Uterchain and Sipping Bridge 其实是Cedar Thin Bridge 然后除此之外 当然作为Pogado车牌的一部分 我们也是基于这个XCM 这边有各种各样的use cases 包括和这个Subbridge 来最发展Network 然后我们也在和Chainsafe 这个Sigma Bridge做起传 而除此之外 像是Poly Network 还有一些其他一些小bridge 主要是为了防止single point of failure 也都已经支持AstaNetwork 对 大概情况就这样 谢谢 谢谢您 也谢谢主办方这么安排 就这样子的作为顺势 就可以看出 包括整一个独立链 它的选择多样性 光是EVM兼容 我们就会有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像AstaNetwork 还有Mooping Network 也同样是做EVM Compatible兼容的链 那Mooping的特色的话 也会略有一些不同的优势 那Mooping整个呢 是主打一个EVM兼容的帮助 我们的开发者 能够在他Day1上线自己产品的时候 就实现多量化链 也且集成任何不同底层架构的 链上的优势的一个EVM兼容的开发形态 那所以为了这样做呢 今年我们也是用了很多的策略和方法 去契合如何帮助我们的DF 在他早期开发的时候 就能够实现多量化链的状态 毕竟现在这个多量事件 也是大家讲的一个主题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 像Lear Zero IBC 包括我们家说的XEM 也都是在围绕这个话题进行 那我们会有四个方向吧 第一个是Incrobability 互操作型 这个就不得顾及到 就是FolgaDot刚才秦文 有一直在很详细的介绍的XEM 那其实在我们这一些在座的瓶型链 Mobi Network 都已经和他们进行FRP的通道沟通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链之间的原生资产 是可以非常顺畅的 在我们不同的生态上面进行交互 甚至是组合出新的使用场景 那第二个讨论的主题呢 就是跨链 跨链其实我们也会说 既然是一个多链生态 我们也不会把这个眼光 仅仅是放在FolgaDot 这一个大的框架当中 我们也会关注到其他的EVM兼容的生态 Cosmos的生态 甚至是星星诞生出来的Move的机器 那如何跟他们去产生交流 对于这时候我们也会寻找到许多 通信跨链协议 比如说像XLayer Worple Layer0 Hyperlane 这些 那Mobi Network的话 是现在在整一个公链体系当中 就是四个当中 其中一次能够做到 能够跟以上我提到的 原生的跨链行星传输协议集权的公链 那其他赛设是谁呢 是泰坊的主网 Ezirmanet 还有Avalanche Polygon 和BMTrain 那Mobi就是其中的 第四个当中的一个 那第三块的话呢 可能在我们的开发者就会思考了 既然你说 我们是在讨论多链的这个话题 那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我更快的去 以一个低成本的优势 在Epoca的技术基础 实现我的产品部署呢 那在这边的话 Mobi Network 专门为了开发者 去提供了一个叫Batch Free Compile 这一个框架的智能活跃的模型 那就发展什么好处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原先你可能在一个DEX上面 想要去互换一个资产 可能需要经过几个步骤 第一个呢 我想要交互的那个Token 到底是什么 第二个呢 我需要去把我交互的Token 给Swap 换到我想要去换到 另一个Token上去 这其中其实是 有至少有两个步骤 对吧 那么现在呢 这个Batch Free Compile 可以把这两个步骤 合并成一部分 对于用户来说 它的体验就提升了 我可以去减少一个步骤 那此外呢 对于我们的使用状况来说 它可以减少很大的一部分Gas 比这个价格还是很糟的 那Mombin 包括像Asta 或者是我们其他的 ParisChain 那本身 我们的这个成本 会比较低 可能大家感受不到 但这确确实实是 可以提供到一个 用户企业的提升 OK那第四个 当项目方更加多起来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保证 这个生态的发展 那依旧也是在 包括它的引领之下 Governance 也是最近非常火爆的一个话题 在不管是在 Layer 1 还是在Layer 2 这些领域 我们都在讨论 如何让我们的生态制 更加透明化 更加去中心化 那Mombin Network 在这一块的话 也是在共同开发 链上和链下的投票 来共同促进 我们的这个生态平和的发展 那其实在最近的一次 Mombin的一个 整个Governance 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通过一次投票 一共发放了 450M的Gleamer 给到六个共同的项目方 那这个投票的话 一共是吸引了超过 2000万的Gleamer 代表的参与者 过来去给这六个项目方投票 他们应该去如何分配这些Grants 那其实这一些当中 都是我们在去尝试 如何更加去中心化 高效和透明的 执行我们的整个治理系统 那也是非常合意于 Polklub的基础支持啊 包括ParaTrain 这些伙伴们 对整个Hombin Network 他们的我们的生态上面的 一些项目的合作 和我们共同的一些集成和交流 那更多有趣的事情的话 稍后的话题还会继续聊到 接下来Polklub的 谢谢 Hello 大家好 我是Rubis 然后是ByTorce的联合创始人 然后刚才我一直很仔细 在听UK这边的一个 Polklub的介绍 其实像ByTorce来说 我们是这个专注于全面LSD 那怎么理解呢 就是相当于 目前最近比较好的是Ladl 那他们是基于 以太坊做Ladl OK Lapis老师其实讲的已经非常详细了 这个技术原理 那对我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会把这个 Layer0的解决方案 和XEM 还有包括在Polklub的IBC 归成两类 那一个的话 XEM和IBC 它我们更加 Teamsign把它归成为 针对于自己的同构链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我们是 在内部之间的沟通 我们倾向于 使用XEM的方式 去进行沟通 那么在IBC的方案 那边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对于Layer0的话 它更加变向的是 异构链之间的 不同的点对点之间的通信传输 那其实它的实现方案的话 是更加精巧一些的 它会有四个核心的组件 当然它在 它在实现不同的底层的异构链当中 会通过修改它的 增加它的Libraries 来给它增加新的Whole 来把这个多的链给部署上面 当然它在每个链 也会部署自己的一个超新的节点 来去实现它这间链间的传输 所以说 针对这两个不同的方向的解决方案 我跟大家会 如果说有一些项目方 他愿意说去看去拓展多链 那我们会更加倾向去问他 你现在最需要的 多链拓展的方向是什么 其实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个 非常好的应用场景 它就是针对在Layer0上面应用 叫HTID这个项目 那其实它也是部署在Layer0 但是它面向的 希望去沟通的其他的多链对象 是同为EBM券的 比如说像Polygon 和BMP券可以采访主网 那在这个时候 它会倾向你使用Layer0的技术 把它在Layer0上面 两个不同的独立的链上面 我的这个 链上身份的信息是可以得到同步的 那当然再回过头来 在这个Polygon的FCM上面 我们更加会 现在我们能够实现的是 资产的 无缝的传输 那这个传输的方式 更加像是刚才 我们把我们设置了一个标准化的方案 然后把这些语言解图成了 我们大家都能懂的方式 再去 而且是抵弃了一个中间的 中间不公正人的这一层 来去防止 就是由中间层 产生了一些攻击和漏洞 那么导致了资产受到损失 以及一些资产的数量的错配啊等等 那这个就是在同步链上面 我们能够跑的一个优势 直接是把我们的语言公称一样的 那在资产传输的效率啊 安全性上面 就会更加的高效一些 所以也没有说 除优除劣 只是说看到我们的开发者 他想要实现的方向是哪一种 那我们只需要选择 对的那一种就可以了 谢谢Yuki 对 从纯粹技术的角度来讲 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XCM还有这个COSMOS的IBC 然后远远要大于LayerZero 因为其实我们就像刚才Nurface 刚才讲到的 其实这个比较是不太准确的 就XCM它本身就是一种 cross-chain messaging format 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一种 划练的方式 在Cobel的一个System里面 如果我们要谈具体的划练方式 其实更准确的是 应该拿XCMP HRMP 和这个VMP 去和这个 加上XCM 去和IBC去LayerZero 然后在目前来看 从安全性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是 如果我们要深挖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XCM 要大于这个IBC XCMP HRMP VMP 然后要大于这个IBC 然后要大于这个LayerZero 我们可以讲不讲 就是说大家的这个实现原理是怎么样 LayerZero的话 它本质上它其实 它所谓它宣称做的是一个 Ultralight climate 的一个超清节点 它所谓的超清节点 虽然叫超清节点 但其实不是 基于这个轻客户端去做 它是基于 呃 轻客户端的 我们先讲轻客户端的人 我们先讲Cosmos IBC 对Cosmos IBC 本章它就是基于轻客户端去做 在DNA和列明媒上面 分别有一个这个 Extimation chain和Source chain的这个 轻客户端去负责验证 就是这个来源列和这个 这个 这个 区块头 然后在 嗯 中间会有一个 Layer 去负责去传递这个区块头 然后在这个链上 实现这些清客户端 去验证这个区块头 是真实 是不是有效 然后LayerZero 它或者是一件什么事呢 它把这个Layer和清客户端 它拆成了两部分 拆成了Oracle和Layer 然后链上的这个Library 是不去负责验证整个区块头的 然后这个验证 这个链上的分别是完全的信任的 这个Oracle 去提供去传递的这个区块头 所以严格来说 它其实它虽然用了这个 超级节点的概念 但其实跟清客户端是完全是两条例 安全性也是不能跟清客户端比的 IPC是基于清客户端的 所以它的安全性是更高的 然后我们再看Cobel的这个XEMP 或者说这个VMP或者说HREP 它其实本质上 其实跟你在一条链上做这个 Transfer的这个核心程度 是比较特别大的区别 因为最终它们的安全性 都是由Pokadol的这个Validator去验证 所有的Pokadol的Pokadol 包括RodinChain 都是由Pokadol的这个 签诺哥对比较Validator去验证 所以它的这个安全程度 其实是Native 就是它是原生的 对 但是这个其实是从我们的角度去 从我们如果从纯粹 所以技术角度去看是这样的 但当然就从商业角度去看 大家都是有Differentiated 就是像IBC Lite Prime 它是只能基于这个Cosmos SDK 和有对这个Lite Prime支持的也有出处 而且Lite Prime如果说 比如说像我们最近在做的 Substreet和IBC的这个桥 我们和Octobus Network Octobus Network 介绍我们的一个Grant 在基于这个Valid Prime 来去做这件事 它其实实现起来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因为你相当于是要在另外一条链上 去实现一个清透端 能够去验证 可以在这条链的SourceChain的这个验证它的区块头 这个实现起来的连绩是非常麻烦的 而且如果这个进口的端的实现是有一定的 这个情况也是不安全的 所以它的这个ScaleB的顶刻 它的可拓展性 它都可以拓展到链上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但是Lite Zero 它就可以停的接入各种的链 然后ProBout XCM的直线式也是一样 ProBout XCM 竟能支持 就像ProBout XCM PHRQP的VMP 竟能支持这些 接入了ProBout Slots 成为了这个ProBout PowerChain 或者PowerThread的内容 从商业上面它是有这样一个直线性 跟XCM和IPC XCM的直线性算是最大的 只能在ProBout生态里面 XCM P和HRQP VMP只能在ProBout生态里用 IPC可以在所有的这个支持Cosmos SDK 还有一些做了这个来看支持的链上用 然后这个 Mail Zero 基本上就是全链 大家知道它去做各种的开发 都可以比较轻松的去支持 相对轻松的支持 就是从我们讲的各种看法 对 然后前面几位嘉宾其实都说的非常好 对 然后就像我刚刚上面问你讲的 就是 刚刚目前其实还是更多 就要有XCM和Wall Home 一些关联协议的一些开放 对 所以说对Leo Zero 以及IPC这些的研究 还是比较熟化 对然后但是从听相当几位嘉宾分享来讲 我觉得我解决一下就是说 PokeDodge XCM可能更多是智障而下 对 然后Leo Zero可能是智障而下 对 然后IPC居中 对 然后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谢谢各位嘉宾 对三个协议的 比较深入的分析 那 下面我想跟大家讨论就是说 作为一个应用 或者说一个平台 刚刚大家都有讲你们有采用到不同的这些跨链的方式 那你们在选择这些跨链协议的时候 最注重的点是Leo Zero 那我先来了 其实最重最重最重的点就是安全性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跨链协议所带来的资产的多样性 对 因为我觉得安全性对于没有没有一条项目或者迪性链或者生态项目会说自己链自己产品是百分百安全 对吧 那我们就要打过来看说一旦真的发生这个问题了 如何去解决 那我们就会评判 比如说我们集成了Warmhole Warmhole 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到它在去年发生一个大规模和一个器件之后 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能力 对这有一个例子就是说 如果跨链协议真的发生一些安全的事故 我觉得跨链协议它是有能力去解决的 对我觉得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考试高准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对于资产多样性 然后资产就 画链的资产用的用户多不多 对这也是其次需要考虑的点 对 其实大家在谈到桥的时候 当然这个快链协议的时候 第一时间可能都是去考虑的一个前行 对 像阿斯大加图的唱片 我们现在主要的这个外部桥 但是除了像多块的本身这个画链 画链的XMP也穿出品之外 我们外部的桥现在最大的是C2C bridge 我们能够的C bridge 能够做一个原因就是因为C bridge C2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这么多年 还没上线 还没有出现任何的这个被飞的事件 所以我们和这个还对长期合过的一个原因 除了在安全性之外 我们另外一个考虑的桥 就是关于这个游动器的能够引入的资产的多样性 能够引入哪些链的资产 这些资产能像个桥是否支持 然后第三点呢 当然是一个游动性分散的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在阿斯大加图里面 主要的桥还是基于这个Mint and Kern的一个机制去构建的 基于Mint and Kern的机制构建的这个桥 就必然会面临的一个是一个asset fragmentation 所以它会不会引入新的资产类别 去把整个游动器割裂开 比如说如果你有这个Cedar-C bridge 它引入了一个Cedar的GETN 然后又有一个Warm quote 它引入了这个Warm ETH 它其实本质上是把这个流动器给Subsan 而且对于生态Define来的时候 其实使用Leverage这个流动器的这个难度会大大增加 然后即即便是对于这个基于就是这个 Actuary Massive Bridge构建的这种 就流动性池的这种桥 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担心 因为你还是需要去 呃 冲对应的这个流动性到这个池子里面去 还是一个非常 从Hepin Efficiency角度来说 不是非常颗粒的一种简直法 所以阿斯大我们总的策略就是说 在看中安全性的屏时 然后去尽可能引入更多的资产 不是避免出现这个流动性分散的情况 就是我们一个大的最强的温度的指数 对 呃 其实对于Mobi Network来说 我们不会主动的去选择哪个协议是最安全的 毕竟作为一个呃 开源的开发者平台 其实我们要做的是达高底层基础 那是让我们的用户 让这个平台上的开发者自己去考虑 他想要什么样的跨链协议和跨链通信协议 以及是一些open的 呃 桥的传输呃 提供商啊 等等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在Mobi Network的发展早期 我们也看到一些写灵灵的教训 呃 就是真的当在这个生态发展初期 并没有充足的流动性的时候 一个主流的就是在这个生态当中 被主流使用的跨链协议发生了 被盗啊或者是攻击事件的时候 对整个生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 这个教训也提醒了我们说 呃 要把整一个社区的治理做好 把我们的生活机制做好 要把整一个黑客的呃 漏洞赏金的这些program 都要做得非常的完美 那在这个基础之上 当我们会监测到说 呃 有任何潜在的 发生潜在的危险之后 我们整一个技术团队能够迅速的去辅助社区 做出反呃 做出反应 去升级我们的整个网络服务 去同步所有的节点 去同步所有的 去这一些呃 跨链协议相关的钱包啊 呃 还有一些第二个服务商啊等等 那把这个 这一步的安全性做到最好 这是我们目前就是呃 对刚才嘉宾所说的安全性的考量 我们正在做的努力 然后第二个呢 是针对于呃 我们生态的用户 以及想要走向多链的使用者 他到底需要什么类型的跨链协议 对于这一步的话 我们是完全把这些呃 结果去交给社区 让他们用自己的需求来 以及利益相关的一些需求进行投票 所以在目前呢 我们会看到呃 除了一些呃 大家耳熟能详的像呃 啊 呃 呃 还有像 这些都已经集成在了 呃 这两条公列上 那么他当中传输的这些资产 是哪一些能够传输 也都是由社区和这些开发者 来自主决定 那当然其中我们也会给提供一些 流动性来去辅助这一些服务商 早期他的资产能够非常平和和稳定的 去在这个公密内容和其他链 之间进行传输 这当然就涉及到了 BREX PROGRAM 其中也是由我们的社区来 共同自主同效进行决定的 那其次的话呢 就像是一些原生的 跨链传输协议 那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希望带给开发者的是 我们有最全的 跨链传输协议的库 你想要选择任何的方式 你都可以走 毕竟我们知道 这些点对点的传输协议 其实在早期也会有自己的偏好性 它会跟某一套公列合作的特别紧密 那么如果它正好 我们的开发者正好 需要那一套公列的资产 那在公密生态有这样的解决方案 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到它 所以呢 对公密来说 我们并不会去 安全性也是我们考虑的 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们更加多的会是 从社区的治理 包括从一些维护和预防的方式 为主来去保障和推动这样的安全性 那以及从这个 化验协议的多样性来说呢 我们也完全是遵照 我们社区的开发者的意想 并且努力的为它去找解决方案 像白富斯我们选择这个 化验方案呢 我觉得主要是可以从五个点来考虑 第一个点是安全性 第二个点是可扩产性 第三个点是这个 扩操作性 第四个点呢 是它的用户体验 第五个点呢 就是台湾的工具 因为白富斯呢 是一个这个APP chain 那我们是对这个 LC提供这种 跨链解决方案的 所以你 这个 我们主要面向呢 其实是直接面向的 是其他用户 那这个跨链方案 对于我们来说的选择呢 可能 格蒙米姆和阿斯达的策略 不太一样 因为我本身来说呢 是这个跨链桥 我们需要去支持我们的 首先这个技术架构 它在我们能用的前提下呢 我们才会去选择这个协议 像我们目前主要是考虑两点 就刚说的五点 就主要是安全性 和用户体验 其实现在 就是直接 如果说直接做应用层的开发者来说呢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这用户 并不关心你用的是哪个跨链协议啊 大家可能这个跨链以后都不知道自己这个 钱是通过哪个桥走的啊 然后这只有发生了这种 比如说这个跨链桥被盗的以后 大家才发现啊 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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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不是很安全啊 但这个呢 这是呃 这个呃 其实从开发者或取用户的角度来说呢 呃其实桥对于用户来说 可能在最后就是在呃 呃这个用户大量进入区块链行 这个使用区块链产品的时候呢 可能用户是无感知的这么一个这个位置 呃 那对白兔子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桥呢 我们是会把它啊 就是包装在这个整个协议的里程啊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前提供的这个 呃一个是呃 xm action就是相当于你去铸造这个 比如说啊 呃 以太坊的点名啊 那你其实这个过程呢 他是经过这个以太坊 就是这个以太坊的这个这个 这个token呢 你就从 eth 是从以太坊到了白兔子的链上 然后再从白兔子的链上 去向以太坊的链上 去向以太坊的链上做了scape 然后scape完以后呢 白兔子的链上又给你发了这个眼神品 然后你这个眼神品呢 又留回了以太坊的这个链上 但对于用户来说呢 他的感觉就是 我们是只是把以太坊换成了 为以太坊 这背后的所有发现操作呢 其实是用户是无感知的 啊 所以在这两点上呢 我们是这个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呢 去保障这个用户的体验 那这种啊 这个 呃 就是我觉得安全性吧 就是应该是这个 我们考虑的最主要的一个这个 然后在满足安全性的前提下呢 他能够去把它分装成无感的这种 呃 跨面解决方案呢 是我们目前挑选的这个最重要的 那现在我们呃 集成度最高的呢 也就是目前的XM的 就高到的XM的V3啊 那他其实从V2到V3的版本 从性能上提高了很多 我简直 一个简单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支持的 呃 原来我们要去呃 发行一个V道具 他的整个区块确认呢 中间是要等大概 呃 五个区块以上的时间 那现在我用XMV3呢 他其实在一个区块里可以完成 他的一个确认的过程 那其实这个呃 呃 嗯 最重要的呢 他是在这个 跨链的互操作性上 去做很大的提升 就是很多 比如说 我们如果要在工地区上去 围绕V2开发 啊 那他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做到过程呢 他其实如果在一个区块来完成的话 那其实可以开发出来很多 可以组合这些应用 啊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选择的特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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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跟前面几位 嘉宾的分享 应该差不多吧 首先就是把看重的能力是 安全性嘛 然后再度去考虑说 对于我们自己的 业务的一个设备性 然后呢 这个扩产性 对 因为我们 最终的目标还是想要是实现 一个温馨共享 或者说 呃 真正于简单高效的 这种画面示范图 那我们首先 一个 呃 选择人员是说 希望能够去去 破坏到人生的一个 一个性能力去做 能够 首先在 啊 破坏到生产典前 就能够进步 大家 也要需要 这种画面示范图 然后才会去考虑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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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画面示范图 然后我们目前的话 其实 呃 集成的 主要的一个 画面 画面示范图 现在是 破坏到这个 对于是 甚至 然后我们的画面示范图 也 结束了几个 包括 有提高的成功券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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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后面的一些计划 就是包括我们 自己后面可能要做一些 很像的状态 因为 后来我们自己是会觉得说 呃 需要多个这种 画面示范图去 互相协作版 因为 从目前的状态来 我们没想说 立刻 画面示范图 能够做到说 满足所有的 需求 就是 画所有的一点 可是我们 我们观点还是说 需要去 结合多套的这种 画面示范图去 最终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吧 然后 然后 第二个就是 为我们自己有的 一个 我们需要 从 哪些 画面示范图 他们是 然后 包括他们的 画面示范图 对 好的 呃 下面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来聊一下 呃 跨链应用 因为 刚刚我们有提到 很多的这些 呃 呃 跨链的协议 有完这些基础设施之后 其实我们现在有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越来越多的应用 它会 不仅像原来一样 是在单链部署 或者说 在多条链上部署 而是它会在 呃 多条链上部署 而且呢 它会 呃 利用这些跨链协议 在多链之间去 可能寻找一个更优的解决方案 来 呃 创建这种所谓的跨链应用 那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个虚实 以及你们的呃 呃 你们的平台或者是应用 呃 会怎样去适应这样的一个虚实呢 那我觉得首先我是一个就是说 跨链应用力肯定是荣耀的嘛 因为 大家肯定能够 嗯 就是了解 了解这个行业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其实是属于一个 可能以 可能以台湾的核心 然后 那种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不要做 不同发展的每个局面 然后 包括我们大家 知道的就是 一边的兼容店 有很多 对吧 一边立切 然后 然后 那边 也有像 Selona 然后 Loop 然后 我们现在 可能就是 比较高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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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这种 的 非常多 所以 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状态 就是Lel1 和Lel2 都非常非常多 都是属于发展的状态 然后呢 嗯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 心脏有限 都是基于那些 可能一些新链的 Lel1 或者Lel2 但是 对于我们 用户来说 我觉得可能 总体的用户还是 但是 在这种情形下 我觉得可能 大家都会有这种 跨链 跨链的这种需求 对 对 因为 这种跨链应用可以 帮助大家去实现这种 呃 性能肯定的调用啊 然后 数字的共享啊 然后 或者资产的跨链准移啊 这些都是有力 去提高 持终度的这种 这种体验的 然后 对于 相互方来说 去说跨链应用 我觉得 如果说他做的业务 是一种相对普世线的业务 我觉得 他如果去做一种跨链的这种 这种 应用的话 也不是说 就是说 作为 影响破产的这种 一种手段呢 对 然后 这种看法是这样的 跨链应用的话 呃 因为现在 就是新的 这个 最近的趣事的话 就是像 Action 是随着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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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们可以 明确一下定义 就是首先 我们要 区分一下 就是跨链 互操作应用和 呃 可组合应用的这个区别 啊 我觉得这个应用的可组合性呢 就主要是项目像这种 晒天带 它其实是 呃 是这个 能在 合约层面来实现 啊 也就是说 我认为就是这个 未来区块链应用的可组合性 它是在某一条链上来完成的 它可能在比如说 比如说 也可能会在某个平均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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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里说的就 跨面应用呢 它其实是 啊 在这个 这 这种 这种 那这种应用呢 目前其实 呃 在所有技术方案下呢 我觉得能看到 就是最可落地的一个方向 其实就只有在 啊 包括到可组的XM的基础下 啊 因为这个 啊 首先它有这个 就就是它由 包括到可组的 所以它才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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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空间在啊 所以这个 呃 对于白负斯来的 就对于我们来说呢 其实 白负斯就是典型的一个 画面的扩操作应用 啊 那你其实 呃 在白负斯上呢 相当于可以完成 多条件的 这个 这个 比如说您可以在白负斯上去 做这个 这个 就把你的 这样呢 就跨到白负斯的链上 去把它换成 这个 就相当于参入了这个 这个 那背后呢 其实就是一个 跨链的 呃 互操作的一个应用啊 一个调用的过程 但这个过程呢 它其实是 呃 相当于在这个 呃 互操作的 这个 这个 呃 互操作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啊 那它这个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 呃 从可组合性上来说 呃 这个 呃 未来的呢 无论是L2 还是L1 它在这个可组合性上面呢 呃 这个 都是会有这个 呃 比较大为提升的 因为现在区块空间呢 它随着L2的发展 平衔性的发展 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 啊 那在这个跨链的应用上面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有时间去积累出来 到底有什么样的应用呢 真正在跨链里 有跨链的这个应用环节完成 啊 这个完成啊 因为我认为这个 呃 可能 跨链的这种应用 它的 它是需要有一种 这个操作屏次 不是很高的 啊 但是需要有资产转移的这种 啊 并且有反馈的这么一个 这个模式 啊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 比较新的一种 呃 应用的形式啊 啊 所以就比如说你像 闪电带 它其实是在这个 跨链的 互操作的这个应用以前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还是 啊 需要有更多的探索 才知道跨链应用的一个 这个 区域啊 那对于我们来说 在推动这方面呢 啊 啊 跨链应用的落地呢 就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XM的Action 这是一个我们 由iPhone提供的 sdk 啊 你可以通过这个sdk 去在比如说 啊 就我们有比如说 比如说 EVM版的 还有说Layoutube版的 啊 你可以在比如说Layoutube里面 你就去通过合约啊 啊 这个sdk去进行交互 来完成 间接的一个 一个矿链的应用的操作啊 啊 那这个是我们推动的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是在推动一个 叫VToken 的Instagram 的一个 List 那这个List呢 我们是列出了所有 我们认为 啊 支持我们VToken 一些最佳的应用的案例 那我们把这个案例呢 去开放给社区 就包括 然后跟Layoutube 还有Sdk Hackzone 和FuArch就合作 然后让开放者呢 也让这些VToken 去构建啊 微车证 圍造这种 代漆的衍生品 然后去开发一些应用啊 然后来去推动 它在这个 呃 画链中操作的这些 应用的一个 这个场景啊 那这个是 目前像白褲子 在这个画链应用上 层面啊 去做的一些 这个共享 谢谢Lopis老师 刚才的定义啊 其实如果讲到画链的话 它的定义其实是 有多种多样的 那我们其实看到 现在已经有很多 画链的案例 但它的 我们会愿意把它叫做 多地的分割 分割性的部署 也就是说 我一个项目 想要在多地实现 我不同的应用场景 那我可能需要 把同一套的代码给部署 在不同的 呃 不同的工链上面 但是这边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它的流动性是完全分散开来的 用途也是完全割裂的 如果你希望就是在链之间 不同在进行沟通呢 就需要是其中的 我们刚才提到的 跨链协议 但现在呢 也会有新的解决方案 就像我们 刚一直在讨论的主题 跨链的原生的通信协议 那它呢是可以不介入中间的这一层中间人 我直接通过信息的传输 以及加入的通道 那直接不把token转移了 而是通过智能合约的信息格式之间 做一个交互 那其实这一类交互 在MUBI Network上面呢 近期也是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吧 那首先我想举个例子 Define Define可能在每条公链 在兴起之初啊 他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大头 不管是在Layer2 还是在Layer1上面 Define的项目 永远都是最火热的星星 那所以在通过MUBI Network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XEM的技术 我们已经非常成功的 通过XEM 把PokeDots的原生的底层资产 DOT 通过就是原生的跨链环出协议 转到了Cosmos最大的这个Dex 叫Osmosis 所以大家现在直接能读Omosis 可以直接看到这个DOT的原生资产 叫XEDOT 包括你想通过这个XEDOT 去组合 去产生其他的LP token啊 有更多新的应用场景 你也可以在Cosmos生态去实现 那这是第一个应用案例 第二个应用案例的话呢 是在讲 我们如何把这些流动性的碎片 给集合起来 多列的流动性碎片 那目前呢 在MUBI Network是有这样一个解决的方案 项目方叫做Prime Protocol 那么他在这个上线之初的话呢 是同时把他的协议 部署在了Arbitrum 在B&B Trade Avalanche 和MUBI Network 那他是怎么把流动性集合在一起呢 他把自己 相当于把自己的链上总部 设在了MUBI 当然用户可能他原先 最初是来自于Arbitrum 但他在Arbitrum 任何的交易行为 会生成一个链上行政 实时的传输到MUBI Network 也就是说即使用户 他不是MUBI Network的人生用户 他依然是可以去享受 MUBI 链上任何的交互场景 以及通货的服务 和资产的传输服务等等 那这一点的话 对于用户企业来说 就会非常的方便 他不再需要去重新学习 一个新的链 他的生态是什么样的 他的钱包集成是什么样的 以及他的交互逻辑是什么样的 他完全只可以使用他熟悉的方案 来去达到他自己想要的目标 然后给他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走NRT的场景 我刚给其他过去的应用案例 是HTID 也就是说我们链上 当我们拥有大量的这些链上的交易 和交互的记录之后 那很多人都会追踪一下 NQ的巨星最近在干什么事情 我们去怎么样去定位到他 去知道比达他的链上身份 其实这时候我们会生成自己的 一个链上域名 EMS就是个非常好的案例 那现在在MUBI Network 出现了一个叫HTID的应用 那他做的方式呢 是我可以先在HUBI Network 生成我自己的身份的信息 当然了 我后面也会去扩展 其他的链上的可能性 去询找新的机会 甚至是All in feel 这个太大了 那我也可以把这个 我在已有的这个信息 去直接从 以信息传出的方式 统固到其他的链 比如说统固到 Polygon 和其他的一些 NRVChain 这些独立的NR1 Network 那这时候我就不需要 在一套新链上 重新让大家认识自己 我可以让我过去的其他链上 积累的经验 积累的招呼气度 让大家认识我的背景 我的履历 还有我自己的 那种姿态的资质等等 所以一切来说 对用户喜业 依然都是简便去简化 来降低他认知 YP3的文化 我认为这也是 原生的跨离信息传出协议 给大家带来的便利所在 谢谢YP3 其实阿萨特别的目的 在这一点上 是有些非常多类似 阿萨Network 其实从中国特角度出发 我们业 整体方面去副发了 各种各样的这些 我们做了这种全面APP 就是我们之前的 去拨量护士 这些APP 而是直接去通过 这种各种各样的 直接去构建拨链应用 嗯 举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 比如在Azta ecosystem里面 有一个像叫做Aboot 他们都拨得一些 就是比如说 它比如在Azta 人员存质资产 它可以帮助到 这个通过 他们应该是一个 然后去到各个链上去 他们的应用的是 然后到各个链上去 CCP5R2 然后去转型 面上的这种中 去maximize你的yield 然后除此之外呢 包括一些正在build的项目 比如像阿斯随道 比如说这个Azta 20 去launch 跟各个把他这个stable point 原来一直在Azta上面 这个bystable point 与各个链系列的生态 就通账了 目前的一个出现 出现的5000币 然后除此之外 还包括DAMP Finance 也即将会进入 阿斯达的一个system 他们其实就是用hackerland 通过在这个 以太坊的上面去meets 去把以太坊作为以太坊 以太坊 上面的这个ptf 去作为caddle 然后可以把他直接 seamlessly 去把这个stable point in 在这个pokalot的system 包括像阿斯达的meets 这样的这种合约链上 这个肯定是一种 就是一个方向的use case 主要是和asset的这个 交互比较深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的use case 其实是对于pokalot下面 非常pokalot native的use case 因为大家知道 pokalot ecosystem里面的提起电 其实有很多是这种 application specific的channel 大家都focus在一个 特定的一个领域 然后去服务于 提供一个特定的service 这一块其实是我们在试图 去explore的 试图去探索最多的一个场景 因为对pokalot的不同的平行链上 也是大家提供的服务都不一样 但大家最终都是需要smart contract layer 但没有必要像每一个和平行链 你都去继承一个frontier palette 或者padet contracts 然后自己再去维持 维持一个smart contract system 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想 因为pokalot所有的这些平行链 去提供一个smart contract layer 比如像我们现在在 在确认这一块的地方 包括这个internet internet的这个internet btc 他们怎么样能够在defi里面往下 因为像internet上的一个 对他们来说 他们作为一个专注于去 通过超级抵押的方式 去铸造这个internet btc的一个chain 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必要去 用个自己的一个smart contract 一个system 他们完全可以通过 和asda生态里面 通过excel 跟excel vergent 3的这个上线 是完全可以非常对用户无感 直接来接入asda mecosystem的这个defi 还要包括其他一些应用更加的 就是更加具体 比如像kult 他们就做tani 可以真正的去 呃 有这个real use cases in these kinds of applications 所以这个也是asda 他们促进去做的 所以在过去的 其实在过去的半年里面 asda 这个datstating 然后包括和这个class 就做了这个distential storage的plc 然后包括现在 和menta 也在探索的一些 这种感觉关于这个 AKSVT这些的一些方向 对 都是我们接下来会去 着重着重去做的是 把这种xcm 在pookup ecosystem use cases 给增长起来 ok 然后刚刚听了几位家跟着分享 其实我有一个 我们他其实的观念 其实是有点相反 对 因为在跨链 在跨链世界中 我觉得安全性 真的是我们非常考虑一点 就是说我们会在 跨链应用组合上 会更加保守 对 因为呃 像刚刚lubis也说了 cobel 其实他的安全性 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 就像我们去年 发生了一个 ASD事件来看 对吧 就是呃 因为一个错误 然后发生了呃 大概呃 两billion的一个 Aronlink 对 然后我们最后是通过 治理的方式 把99.9%的资产 全部给销毁了 对 然后其实在这个事件当中 并没有任何人产生 就是说我的资产丢到了 没没了 对 其实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上 处理上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去追踪每一笔交易 对吧 然后呃 呃 每一笔交易跟踪完了之后 然后去通过治理的方式 然后 将一些错误做到的ASD 全部给销毁 然后再通过治理的方式 将我们 阿卡拉基尼会 对 然后其实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 呃 没有人产生任何损失 唯一损失就是我们阿卡拉基尼会 因为呃 有些资产它其实是跑到了呃 像交易所啊或者 因为 因为摸币它是一个以台网的链 就是以台网接入的链 对 他们他们的治理上是 呃 无法将他们的那个那个 那个摸币上的ASD 进行销毁 对 然后这部分的窟窿学是 呃 有一个关键的功能 然后把一些资产给追回或者销毁 对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呃 所做的一个跨链应用 就是我第一个问题所提到 就是跟Hydra去合作的 Hydra DEX 其实是波卡的一个DX的链 它是需要资产在他们的链上去活跃的 对 然后他们主要引入的资产 现在主要是以台网络的代 对 但是呃 但是他们不想要通过自己去 用一些跨链销去把代引入 所以说他就通过我们 我们的阿卡拉上的Warmhole 先把代从通过Warmhole先引入进来 然后 然后再由阿卡拉传到 呃Hydra DEX上 对 然后这两盒其实是双重保险的 对 因为在 三个月端可能 如果真的发生问题了 我们可以通过治理去把这些资产 呃 把一些呃 错误的一些东西给恢复回来 然后Warmhole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Warmhole背后其实是Drum 它去年的时候 其实也发生了一个10亿美金的一个 呃损失嘛 但是Drum它全部都会不强调 对 当然他们也在发生黑客事故之后 做出了很多的改变 比如说 在跨链的时候做一些限制 比如说 呃大于5万美金的资产 跨链时会发出一些警告 对 所以说 在这样的双重保险下 所以说 我们才会去做一些类似于像 更加保守的一些跨链应用的准复 对 所以说未来的话 当然呃 摆滑情况呢 我们是会保持观察 然后 去评估一些协议 以及应用它的足够 在足够安全的情况下 才会去做一些计程和组合吧 好的 谢谢各位嘉宾分享了非常精彩的观点 还有一些很丰富的案例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援助的内容就到这里 然后 接下来还有非常精彩的内容